我旁边这一辆出发西藏新疆挑战无人去的电动车 也是花了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终于是落地了 兄弟们 也是被大家整整说了一个月啊 大家说是不是明年才会去啊 后年是不是去 是不是说我骗大家的 今天终于落地了 他的续航呢 在400公里废话就都说了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配置 上期视频不是给大家讲了 我那个76伏200留完的宁德大大体的电芯电池续号在400公里加的里电池做好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电动车就可以装车落地了 车的已经升级差不多了 现在电池呢 已经放里面了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进展到哪一步了 好 目前呢 已经进展到差不多了 兄弟们 主电池啊 就是分体电池吗 大一点的在下这仓里面就放了 小一点呢 目前在这里啊 然后到时候放到这里面 造图里面的 但是现在先装一下 测试一下 然后空开这方面都是小问题啊 还有到这边反光镜啊 这个手就很干啊 都会装 dc啊 然后射灯也已经成功的安装好了 兄弟们 其他都是小问题 接下来正在正在研究 尾箱的这个架子也装好了啊 到时候尾箱咔嚓一下按上去就行 好好好 马上落地了 眼前这辆隔离好带省湿电动车呢 升级大概也是花了八天的一个时间 好了 兄弟们 现在呢 还是先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池怎么装吧 好吧 里面一个大的主电池了 可以说放在里面啊 这里呢 掏空了 这里是两个充电线 叉体90各方面线的接的比较复杂 你们也不懂 不跟你们说了 毕竟说了 你们也不懂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这个就是接触的另外一个电池了 待会把它放在 这个座头里面 然后把线接起来就ok了 好 看我们的操作 我这一次来来您升级电动车的确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主要呢 大多数时间还是花费在了选什么电动车去旅行 然后呢 就是升级电动车和坐电池也花了一些时间 但是实际花费的并不是很多 最近呢 因为升级眼前这辆电动车和选择什么电动车去旅行 增加了很多刚刚关注我的帖子 所以呢 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我 大家呢 还是有很多评论说 是不是说只是为了说去旅行 拍电动车升级 只是一个 噱头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确实是要骑着他去旅行的 现在我身后这辆车终于是落地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做了哪些升级啊 大概讲一下 先从咱们的车头讲起来 车头呢 这里增加了一个横的弯板 这个可能没用 但是后面可能会放个用对相机什么的固定下 这边的话一个简单的很干 固定两个手机之间这个帽子 下个小雨的时候 我们就手机套不一套了 这防雨非常效果不错 什么这个小波这个 还有呢 这个反光镜这里呢 它是防刺眼的 然后呢 是个也可以调节的 反正比之前我的小圆镜子强多了 兄弟们 很好很好 仪表的话就挡住了 带着有屁档捏一下刹车 屁档结束 好好好 然后呢 安装了一套加热车吧 兄弟们开关在这里 加热车吧 冬天旅行必备呀 非常的好 这个可调节的刹车柄呢 他们是原装的 原装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加了一个加热车吧 刚才试一下温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再讲重点 兄弟们这个是什么开关 这可不是什么核弹发射 兄弟们 这个就是风扇而已 来给大家打开听一下声音啊 两个风扇 控制器这个位置 好了 再介绍下一个 这里呢 就是一个手机的快充的充电器啊s usb接口的 然后这个是原装的 非常不错嗯 装上 然后呢 回到咱们的脚踏这里啊 脚踏这里就是两个拆脚的 到时候放个东西 前面脚免得没地方放了 非常方便 这都是可以折叠的啊 但是得两只脚同时放 不然就压起来了 这中间就与连接在一起 没有固定的车上面 然后呢 后面是一个装尾箱的 尾箱到时候装上给大家看一下装的什么尾箱 接下来呢 就是重重重重 这辆车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它的电池了嗯 科太理店 老板在这里啊啊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线啊 这这根这根是放电不过板了 正线 这根呢 是接备用电池的啊 有个备用电池器是几岸的 然后这根这根可以支持充电桩直充的 低压冷充电桩直充的 充个83充电 不需要充电器的啊 好了 就这样 没法备随便去弹个400 500公里啊 没有问题 76伏200雷万的电池 这是个分体 小部分在这里 大部分的都在下面啊 这个因为分体吗 压差可能稍微有一丢丢大 至于多大过两天开始充电了 给大家给大家看吧 今天就先把车落地了兄弟们 好 盖起来像这辆车的什么控制器啊 还有电竞啊 都是原装的 原装电机也够用了 我刚才也测试一下 速度的话 刚好能跑到80吧 然后后刹车的话 我给他换了 换了一个魔法师的 毛把式的卡钱 这个刹车效果还是不错的 刚才特地试了一下 然后这里呢 装了一个防霜杯 兄弟们 主要是装饰了 这里防霉都摔不上摔的话 肯定先上摔摄灯啊 摔先摔这个脚踏 前面卡钱呢 是不然国产的布雷伯的 然后呢 没有改原装 前前面呢 不太重要 都是小问题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介绍一下咱们的灯啊 兄弟们 这个灯呢 是透镜55瓦的透镜 然后呢 这个射灯呢 是白光 黄光可调的 好 待会晚上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 这三个灯效果如何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车的灯的效果 好 首先打开黄灯啊 这个是射灯的灯光 没毛病 小波YYDS 不错 这个晚上霧的话能看清楚了 然后打开一下 射灯的远光啊 这个是白灯 然后看一下我车的灯一起打开 这个是近光 透镜的近光 然后咱们打开透镜的 透镜的远光 透镜的远光和近光 现在就把车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不错 我的都歪歪地 没毛病 够亮 前方有光 伴您一路前行 我身后这辆车呢 今天也是给大家测了一下速度 最快呢 是能跑到80多码的一个速度 反正对于我骑行呢 这个80多完全过运了 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慢 但凡有个坡 肯定都是能上到去的 然后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废到这里 下期视频就骑着我身后这辆隔离 好歹 省私电路车 骑着他踏上旅行之路